亚运会男篮决赛终于是结束了 中国男篮以84比72击败净旅伊朗男篮成功拿下金牌 时隔八年重夺亚运会冠军 这是一场三畅淋漓的逆转之战 男篮曾一度落后伊朗近二十分 但这些小伙子真的是展现了什么是年轻人的活力和耐心 而且他们敢打敢拼 同时男篮在针对哈达迪的策略上做的相当出色 就是用车轮战不断消耗他 立刻配上犯规也绝不让他轻松得分 这也导致上班场神勇的哈达迪到了莫杰类的双腿发软 而且男篮打法真是颇有火箭魔球理论的影子 三分按键穿心仰 一旦手感打开就是一波流带走 这就是新时代篮球的打法 你内线英竹哪个半死才打两分 我外线抬手就是三分更有效率 而且这次亚运会结束之后 对于周琪绝对是一次完美的镀金表演 他在火箭一年的苦液 在这次亚运会表现得淋漓尽致 特别是三分球上进步迅速 据统计本次亚运会期间 周琪场军能够得到15点6分9点8篮板 1.2助攻和4次盖冒 其中得分 蓝蓝和盖冒都领先全队 除此之外 周琪的三分命中率 也是本次红队对内最高的 他本次亚运会期间三分命中率到达58.3% 对内三分命中率排名 第二的是 阿部都得53点8 这就是火箭需要周琪干的活 你的定位就是一位四号位空间射手 为章姆斯哈登和克里斯保罗突破拉开空间 而不是五号位去往内 现在 这不是你的优势 成为顶级的内线3D球员 才是周琪未来发展的最好道路 不过在亚运会结束之后 周琪并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 他必须立刻返回休斯顿 据腾讯特派火箭队记者 布宇 今天在微博的透露 周琪还有一个任务 就在要在本月六号返回休斯顿 参加巴哈马训练营 从去年开始巴哈马 已经成为了火箭先在先的传统 主要是用来联络球员之间的感情 在去年夏天 哈登就曾邀请保罗和坦克去巴哈马度假 大家一起坐下来谈谈心 聊聊下三级的打法 聊聊生活 然后哈登会安排一些特别的娱乐项目 来加深核心队友的感情 去年这活动相当完美 从巴哈马回归休斯顿之后 火箭全队异常团结 而且更衣式氛围非常美妙 于是火箭打出了六十五胜的成规三元盟第一战绩 在此前哈登曾签订安东尼 詹姆斯,詹姆斯,詹姆斯,麦夏威等新人必须要到场 所以这应该是火箭,所以这应该是火箭这个夏天 人数最多的一次合练,几乎是成员到场 周琦可以在这次合练中继续加深合两位大哥的感情 并给主教练德安东尼看到自己的进步 为下赛季杀截龙话做好准备 谢谢大家